当地时间29日 美国前总统特朗普在接受福克斯新闻网节目采访时称 他认为巴黎奥运会开幕式是一个耻辱 他表示如果他在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时是美国总统 不会让人们在开幕式上看到模仿最后的晚餐的这一幕 特朗普还强调自己支持所有人 他的思想很开明 但他认为巴黎的所作所为真的是一种耻辱 2024年巴黎奥运会的开幕式上 变装皇后跨境别舞者围在一张桌子旁的表演 与达芬奇的名画 最后的晚餐中的场景极其相似 引发世界各地宗教人士不满 最后的晚餐以圣经中耶稣跟十二门徒 共建最后一次晚餐为题材 巴黎奥组委否认这有争议一幕 是有意模仿最后的晚餐 同时为此道歉 称无意冒犯任何宗教团体 据称国际奥委会已从其YouTube频道上 删除开幕式部分片段 还对传播片段的博主提起版权警告 但这仍无法阻止批评声浪 当地时间29日 斯洛伐克副总理托马斯塔拉巴 成为首位宣布拒绝出席巴黎奥运会闭幕式的国家领导人 他在个人社交媒体上 录制本届奥运会滥用了体育之美 将其变成了所谓进步的政治舞台 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 于30日也严厉批评巴黎奥运会开幕式 并说将找机会致电教皇方济各讨论 他还呼吁更多领导人站出来反对 有4.5岁的わか密码